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人家另有重任 王晨哥大学现在很火呀 全国各地哪都请他去设计演出 但是人家现在那天徐老师在开幕式上看见一帮著名的中国企业家 原来呢 他是领队 他是带着中国上流社会 要给英国上流社会搞这个party 所以是有这么一任务 正好给咱们这个请来 当然呢 这个跟超哥导演聊这个开幕式之前呢 所以我发现奥运会期间呢 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吧 我们刚看到了首先的祝贺 中国这个男子跳水 双飞 不叫双飞 男子跳水 金牌 这就是小叫 高台双人 曹元 张燕南 张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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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首先就向他们这个表示祝贺 在我们的鼓励下 两队英国选手一花 中国队就上去了 开始英国的排在最前面 对 而且呢这个小将啊 中国小将给人感觉啊 好像都不大会说话 其实呢 现在也不近人 其实都会说话 就是上去之前 领导师说别瞎说话 就迷信 卡 因为现在咱现在直播 你现在告诉我 你不要说错话 我现在立刻就闭嘴 我再不说了 你看 还就是他说实话 他们报道的很明显啊 说孙一阳啊 叶诗文啊 记者招待会开的特别短 所以今天我们强强三人行 要不说我们这个有独家的材料呢 向大家证明一下 这个孙杨啊 这个孩子啊 要不说现在中国之星已经新的已经诞生了吗 嗯 还真行 这么高个儿啊 这个口才啊 了得 因为我跟徐老师竟然在几个月前有机会会过他一会 有 当时我们做过一次三人一起 对 我们在台上 把你们弄败了 你们俩 把我们俩聊着都不知道该接什么查 真的很聪明 表现出他这个口才机智啊 很机智 所以呢 我们特意找出一小段给大家看看 免得英国佬说咱们这个孙杨在新闻发布会上 这个说中国运动员不会说话 见过会聊天的 大家看看孙杨怎么跟我们聊的 咱们有请孙杨 我觉得吧 孙杨上来之后肯定那个气场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把场子交给三个男人 孙杨 你是不是施奶杀手啊 刚才听你这么说 应该是你是施奶杀手加少女杀手吧 不不不不 我怎么把你的名字都抢了 中国现在奥运金牌是第一 但是在田径跟游泳这两个最大块的最大象上 中国多年来一直落后 尤其是男的 对于游泳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非常需要一块金牌来证明中国游泳的强大 只要我一进入了感觉 我就没有失败过 我对自己也是非常有信心 什么外国人 中国人是最新的 真想鼓掌 真是 言忧在耳 结果就 今天他要这么说多棒啊 就是 而且他那天我们的谈话当中他还处理了两个问题 应对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讲他游泳到底是为个人还是为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没有谈恋爱 他都应付着非常好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真是 我觉得就是像咱们现在的运动员 其实如果他们要再多说 再敢说一些 是使他们的形象更丰满 更好看的 也给咱们国家更多的天光彩的事 可是你如果要制止他说话 说你别多说 说坏了 万一说错了 怎么着 上来只能说感谢祖国 感谢人民 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我教练 的话反而是减分的 这两天你在伦敦 你有没有关注中国拿金牌这趋势 关注啊 每天都在那个网上来看大家怎么怎么 尤其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啊 有是咱们家好还是他们家好 比来比去 然后一拿到一块金牌 手金拿到了以后就觉得民族的气势啊 又被振兴了一次 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 但是反而我们在伦敦感受到这个伦敦这个老百姓 英国老百姓的气氛和别的别的队的时候 没那么激烈 赢了很好 不赢我也很开心 我参加到了 他们没有觉得那么要命 虽然有反差 就是 我看这个中国网友就说 说这美国那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 说咱们拿了金牌 他们就是个第三名 怎么显着这第三名的比第一名的还高兴呢 说这有什么高兴呢 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含蓄不表达 比方说很多人 叶斯文现在是不得了啊 大家关心的不得了 16岁的 16岁的 他打破世界纪录 因为最浅的理由是那个沙皮泳衣取消以后 他是女子的项目第一个世界纪录 而且说说在第四段 他的速度超过了难的 对 他比当天的难 所以他们英国人就觉得就突破性别界限了 可是那记者招待会他不回答 他只是说很兴奋 很高兴 英国人也很坏 有些记者啊 别有用心啊 他们就说 你是只会游泳机器人吗 他说其实他不知道 另外一个场合 他对着中国人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去游啊 游到挖泳阶段 一看旁边没什么人了 我以为自己被远远甩开了 墙壁了才发现 我拿了冠军还碰了记录了 他说现在我敢笑了 多好啊 说的多好啊 对不对 我是碰到一个英国人跟我说 反正我很生气 他就说你们中国人是这样的 他就说哎呀 说我呀 怎么自由啊 怎么个性啊 怎么漂亮 夸展我半天 说你跟其他中国人不一样 我说我怎么不一样 我就是中国 土中部长中国人 他说你们就像一个机器上产生的一个人一样 一个母子 一个母子的 然后尤其你们的运动员 他们被喂饭 不允许跟家人在一起 不允许有任何的业余的生活 只知道训练 然后吃饭 训练吃饭 训练吃饭 直至这个生命消亡 就是你没有用了 掉进去变成肉馅 然后我觉得他在说那个迷强之中的一个前段 没错 这个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那个MTV 对 他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迷强变成肉馅 然后我听了以后就特别生气 我说我们中国运动员不是这样的 他们很开朗 很幽默 很幸福 他们也谈恋爱 他们也偷偷摸摸给教练捣乱 他们说不可能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他是这样一个说话 要告诉 就把他的表达 就在外国人面前如果表达 可能对我们民族形象不是损毁 反而是加分的 他说的 我觉得其实英国人现在对我们还有这个印象 你像这次表现在BBC这个解说上 他们有人翻译过来 说BBC解说 他觉得你像一个动物园里来的这么一种 就还有猎奇色彩 说看中国女子体操 当然要看体操 他那个解说员就讲 为什么 比我们的都强 说因为他们这个小女娃娃 几岁的时候就送到一个封闭的地方 十年都不准出门 这么练练练 最后才练出一身超能 这个当然比我们强多了 你看他这种解说本身 他觉得你是个神秘的 那么一种 要用事实慢慢一点一点打破这些偏见 他们对叶世文也有偏见 他们的报道其实在我看来挺恶劣的 他前面说 他不可相信的突破了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下面说 很多年前他们有什么运动员 有过新闻记的问题 你看 他又没直接指责你 有一个暗示 不过当然今天叶世文直接出来说了 对 驳斥他们的这个 反正今天女的挺行 挺争气 我跟徐老师 还今天上午在伦敦了 看了这个中国女牌 中国女牌 又行了 中国女牌又行了 但是有一些细节 我给你看看 挺好玩的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 我们俩现在就得悬要这个了 再看下个 你看 这最后这个王一梅打不动了 所以幸亏赢了 要是那一局没赢 我们估计就输了 因为他作为主攻手 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就太累了 所以他哭嘛 你看 再看下一个 但是你可以想见 英国做的宣传 跟那个拳击冠军一样 贴这个王一梅的大海豹 弄得跟一个女英雄 她的场馆里那些著名运动员才有这样的待遇 对对对 所以弄得有点像比武之前的这个海豹照真 你看这个 这是我跟徐老师发现的一美女 中国女牌 我们以后要定上一个四号 你们能不能只看穷不看脸 你看 我就不看脸 我觉得四号整理自己的头发 我都觉得好看 有范 是吧 你再看下个 咱们不看 看我吧 对对对 而且我们今天说 我要跟你说的是让他出下一组的照片 就说他这个 为什么我说他是个娱乐事业 我现在看了演出 英国人把体育其实是看成一个娱乐 因为你看他场馆里边 我们的导演可以出一出 你就可以知道 你看这是今天的土耳其的球迷 今天有点分不清 都是红旗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一中国球迷 这个挥五星红旗 但是被阻拦 人家说你在座位上可以 不能这么挥 也是挺勇敢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呢 他一到中场休息的时候 他这就可以跟观众玩 你注意到他这个大屏幕上 底下是个什么的 动画的鼓 然后拍到哪个观众 这观众一看拍到自己了 你就得赶快做出一个打鼓的姿势 所以他就玩这个 你看这个也拍到一个中国 对 咱们广告之后跟这个超哥导演好好聊聊这个现象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王导演说话说的有表现力 我刚才去广告的时候跟他说 我说咱们看英国这个体育场馆里头 我觉得是个综艺节目的气氛 但这是个娱乐的秀 他说咱们有的时候比赛有一种叫什么呢 小国的复仇心态 小国的复仇心态 咱们有军事行李 我们叫军团嘛 对 它是用任何一个东西是用为打败敌人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体育运动员 我拿了一个金牌 他就认为我战胜了你 就像一个子弹 我打死了你 你看我已经得胜利了 敌人的头颅在我的手里 一个歌唱家出去唱了一场演出 这么底下坐无虚席 报道都怎么怎么 咱们中国人民终于战胜 又赢了 征服了什么什么大厅 又赢了 一个企业家就是在这开了一个派 就是开了一个专卖店 我们中国的品牌踏上了什么什么 怎么都那么去战争呢 其实人家这就是一party 那就是因为一百多年前 他们欺负我们嘛 我们就压着这口气嘛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民族的情绪 但是你不要说啊 王大爷 现在聊这个开幕式 也有这么聊啊 比的实际看伦敦开幕式 比的是你们这个 北京开幕式 没错 这个人想听你说说你 你没看我现在身上都是成了筛子眼了 就有各种各样的枪 我其实在那个看那个开幕式之前看到他把那个一个英伦庄园摆在这的时候我心里当就一惊我完全没有民族没什么都没有啊 职业导演的一个目光我想 评论的我非常清楚 从一个人来说我可是不希望别人赢过我就是你千万比比我好你比我好我就挺生气的最好我是一枝独秀永远没人超过我才好呢 但同时我会非常的关注看对方是怎么做的他用什么样方法处理我们四年的艰难用什么样方法处理这么大的额 你觉得他是怎么处理的我认为一定是避重就轻四两拨千斤他一定打巧这是我看而且他们一直在宣传说哎我没法跟北京比他们多有钱呢 他们政府多支持啊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我们这么不想比吗 投资的比例差多少就是两两边的现在这个数字是混乱的有人说两千七百 二千七百万磅有的说是八千一百万磅两个都是在很专业的媒体上出现的如果是八千多万磅的话跟北京的差多少 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那就差不多了对对这个数字北京的数字我也不能也可能是三分之一是吧 但是我认为从我的看法来说不可能是两千七百万磅就是这个这个大的大那个场面而且一万多个演员 咱们不用说他们是否有有有有有劳志愿者我知道但是就是你每个人咱们就说发盒饭咱就简单单说你收拾多少对这个批费是不得了的 而且整个这个大的处理包括灯光啊影像很多处理应该是批费不小 所以我说咱们现在这种比啊比来比去我之所以敢说他们好是因为我已经心里有一碗老酒垫底 这碗老酒就是自己曾经赢过 是是是就就就北京奥运呢说实在的他不可超运也不能这么样的比 对可是呢我觉得都可以比较的倒是背后的这个心态和这个状态咱们透着一种剑拔弩张吧 对咱们透着一种就是你说的我中国呀 大仪式灰弘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有任何疏漏不能有任何错误要让所有的人看见我们的好不好是绝对不能让人看见的我们的心态是这样 不是我们开幕式是这样你看北京城都是这样你看全中国奥运的心都是传火剧都是这样 那这个心态对不对呢 割英国可能不对割咱中国万分之对因为像您说的我们一百年的这个耻辱的这个阶段 他们大英博物馆里那么多东西从咱这抢了咱没抢他了他们怎么来抢咱因为咱弱弱到一定程度到今天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你的面前显现一下的时候 是不是把我最好的衣服穿出来 是不是把我最好的手势带出来是不是把我家里最最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给客人看呢一定是这个心态 所以我认为跟英国这个办了三届奥运会的这个国家我们没办法比肯定是在一种大国但是是一个小心镜的这情况下办的这个开幕式 你看看咱们可以看几张照片大家来来来来回顾一下是吧 就说你看他这怎么玩的呢就是这个这演员你们学老师就是他冒充英国女王跳伞从上边跳 这是一难的结果走光结果还走光了然后你再看下边一张我觉得这一幕挺震撼 就是我就说这个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这一幕跟北京的那个书卷打开一幕有得比就这两个是最 你再看下边的这个 这就是台上观众一起玩party的那个那个等LEDLED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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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 我的一感觉啊我因为我在现场啊我觉得就像个摇滚音乐节 没错没错因为我没有机会在北京就没那个幸运在北京看啊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阵势 可是我在这我感觉啊挺舒畅 而且感觉有时候甚至有有有有片刻感觉到了一什么酒吧或者一个很幸福的 但是但是但是好家伙就要玩 你知道吗他是有而且但北京不能这么弄 我后来你说说北京要是也像他这样呃写实的讲近代的触及社会问题的 那这样变东方红了 嗯你明白吧那全世界北京一定要讲我们的古代 我觉得他差别在三点 我们是讲古他是讲经我们是虚他们是实我们是神他们是人 我觉得基本上 基本上是我们是一个我我写的微博嘛 我说我们是一个古典崇高的宏大叙述 他是一个现代平民的日常生活 而且呢基本上是在咱们回顾的那个历史啊 对这个这个中终结之处 他们开始现代历史开始咱基本上讲的一八几几年 我正好对他们接上工业革命对吧 我们到明清的三岁话停了 他从三岁开始 讲工业革命 我再自恋一点吧 没有咱们北京的奥运会 他们办不成这样 因为他们比着我们打的 就是你宏大吧 干脆我说人文得了 你的都是气势吧 干脆我说一个自由得了 所以靶子在那一放 是 那么咱们互相接齐 接着你们说你们怎么搞 他们就自 没有我 他也没有今天疗运 所以啊 但是你看那个味道上 有的网友就说的也挺逗啊 说这个 这我就说状态吧 说北京的这个开幕式 就是说潜台词啊 就是说我牛吧 牛吧 看看我多牛啊 说英国的这个开幕式呢 潜台词是什么 呵呵 有点味道 就他有 其实我跟你说 我最近我在研究 英英英格兰人怎么聊天啊 他们说英国人的文化里边啊 有一种叫轻描淡写的文化 就所以他们就是有点瞧不上那个 就是说太那个郑重其事的 那个煞有介事的 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就不太高 他们倾向于就是说 说一特严重的 特了不得的事呢 但是我用很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来 这当然也是他的虚伪 但是他有这么一种范儿 轻描淡写的这个轻描淡写 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我呢 拿筷子吃饭 很熟练 加花生豆 他们拿叉子 刀叉和筷子互相之间 谁比谁 谁好谁坏 没有 那么很对不起 当我出国之前 一帮人在训练 我说你可知道吧 餐巾要怎么弄啊 刀叉怎么拿 你可不要拿错了 因为这是西餐的礼仪啊 你可别叭嘴啊 要不然的话 但是怎么怎么着 但是有没有告诉那个外国人说 到中国是筷子要拿好啊 你拿不好 没有 拿不好 他可爱啊 他两个还对对对对不起 对齐了以后再再铲一斗 你还觉得他可爱 非常可爱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从西餐的规矩 为什么他就不遵从中餐的规矩呢 跟今天咱们谈的 我说是生活小事 跟咱们今天谈的大事一样 他们富有或者他们是世界有大发言权的人 于是乎我们就要遵从他们的规矩 他们定的规矩 包括体育规矩是他们定的 对 这玩意也某种程度上 包括体育场 包括奥林匹克这个game 这个所有的规则 都是他们定的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 就是我们要进入他们的规矩 又要表现我们自己的形象 这玩意就是包括开幕式都是他们发明的 所以说中国人要牛 就是谁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要牛 我得牛到一个什么呢 用你的规则打败了你 但是呢 这种认为打败了人家的这种心态 还是一个小国的心态 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是这么比较 你真不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会不会有点板有点僵 他们的那个就透着一个轻松活万劲 两个劲都有 咱那板 板也是个漂亮 是不是 穿西服漂亮吗 是不是 穿一个大土布衫也挺好 但你不能说两个真的是谁对谁不对 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东西往这一块比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就跟香油和香水谁更香一样 比是错误 但放在一起看是非常有意义 多不有意思 这就是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价值观的人 在不同的地点做不同的事情 世界才有趣嘛 而且所以我说这次伦敦办这事不错 他跟咱们对了个话